我們等下即將從巴黎廖天廳廟出發 一路往高雄左移高鐵站前進 全長360公頁的挑戰 各位觀眾 現在時間 3.57 分 我們人在哪裡 看看後面 老地方啦 這裡是巴黎廖天廳廟 今天呢 也就是北高360前後 剛好上個禮拜六跟這個禮拜六都有比賽 但我們剛好挑在今天 看一下現在風和日曆的夜晚 目前時間已經是非常適合出發的時候 我們特別挑在兩場北高之間的其中一天來參賽 特別來跟大家共襄勝舉一下這場年度的賽事 所以我們等下即將從巴黎廖天廳出發 一路往高雄左移高鐵站前進 全長360公里的挑戰 在我已經騎車第二年當中 到底能不能在速度上有些進步 我們就繼續開下去吧 下一站 我們目標往桃園新竹 繼續前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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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高挑戰出發 我們現在已經出發了大概10分鐘 今天看起來在目前前半段是還滿順風的 其實大概輕輕踩可能150瓦就可以到35 所以其實體感上今天風速應該也算是會幫忙滿多的 但是溫度上就是稍微感覺有點熱啊 所以不知道白天真的出太陽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狀態 希望可以在晚上這一段可以多趕一點就多趕一點路 OK 這邊滿酷的是開在海旁邊的時候 竟然可以看到月亮倒映在海上的那個亮光 好像之前晚上騎車也沒有這麼乾淨的這個天空過 還滿幸運的 可以繼續出發 我們現在騎了大概70分鐘 已經到永安漁港了 但剛剛騎時速滿快的 我們剛剛剛剛均速37耶 前半段真的有點用力在騎 但是時間還早 所以我們稍微小修一下 在永安漁港這邊 因為其實有點久沒騎那麼長啊 所以45km稍微還是停下來測果膠 然後補一點水 等下下一站是新竹的南寮浴港 那現在時間5點20分 還在進度內 OK 我們稍微休息要5分鐘 準備就等下繼續出發了 OK 我們已經騎了57公里 看到這個熟悉的場景 有沒有像在賽車遊戲 我們現在人在鳳鼻隧道 已經經過永安漁港 那接下來要往南寮浴港前進 已經看到外面的景色 天已經快亮了 現在已經是5點49分 距離我們的黎明已經快出現了 但剛剛這段有點小可惜啊 沒有什麼風 騎起來有點辛苦 繼續往南寮浴港 出發 現在騎到南寮浴港 現在是6點01分 我們騎了63公里 已經騎了1小時56分 剛剛這段從桃園後 幾乎沒有風耶 騎乘起來 比前面還辛苦很多 幾乎都是要用力的踩 然後才可以達到均速 差不多35左右 所以有點辛苦 等一下下一個站 應該會到白沙臀 那下一個站 會稍微調降一點 而且天也亮了 騎乘起來 稍微有精神一點 不然前面都烏漆媽黑的 我們這段 這段休息10分鐘 等一下繼續出發 OK 我們已經 里程來到90公里了 接下來要面臨的考驗呢 除了天亮變熱之外 第二個就是 著名的後龍坡了 那後龍坡全長 我記得也不太短 應該兩三公里以上 那持續都是緩上坡 所以整段的北高360當中 應該算是爬坡最長的一段 所以也算是比較受考驗的一段路 那今天蠻可惜的 竟然 你看現在的風車完全不會動 完全沒有風啊 前面那個 順風的感覺到現在完全不見了 騎起來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好啦 調整一下 我們準備 去挑戰 後龍坡的考驗 出發 找一段路 過程 出發 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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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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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輪胎怪怪的好像 好像沒氣了 這麼熱 還好嗎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好像扁掉了 先拆一下輪胎 你不是祭司嗎 你要幫我換啊 我在摸 是不是沒氣了 我感覺一下 感覺沒氣了 扁扁 看都看得出來 拆下來看一下 我是不知道這個祭司在幹嘛 你到底在忙什麼啊 上次不是有加過你怎麼換輪胎嗎 有啊 那你可以幫我 可是這好像蠻簡單的吧 這幫我換嗎 我等一下幫你 怎麼有熱 還說要幫我換 在後面給我吃熱狗 OK 檢查一下 有沒有夾到內胎 我幫你擋 我幫你擋 還沒啦 還沒啦 出外有沒有 就是 有時候爆胎這個 氣瓶只能擋一下 所以我有帶另外一個 TOPIK他們家的 因為這次我們是騎Grovel車啊 所以我為了這個先準備 因為Grovel這個輪胎比較寬嘛 那這次打機器我蠻好用的地方 是它有兩種模式可以選擇 一個是高輸出量 一個是高壓力的 就是兩種模式 那在那種 有時候 那種手打的啊 打到後面很難打的時候 像這個你看 輕鬆打完 氣壓也是OK的 充足了 很快耶 很棒喔 你吃完了 你吃完了喔 我現在可以來幫你 OK 還好我們 帶了這一大包的工具 裡面有各種各式各樣的裝備 感謝我們TOPIK的乾爹 讓我們再淋濕 這邊是哪裡 秋冒園 秋冒園這裡 竟然意外的爆猜了 還好我們 我們還帶了一個無用的祭司 我超有用耶 他哪是祭司啊 他哪穿得上祭司 你剛剛不就在旁邊吃東西嗎 好啦 感謝我們的乾爹 這樣讓我們可以繼續上路了 他們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優惠啊 有啊有啊 現在滿兒正耶 我記得他們是在11月底之前 只要消費超過他們的限額 就加送工具館 就是靜音的工具館 我們已經完成136公里 現在已經準備經過大甲溪啦 大甲溪有切一半了嗎 好像還沒齁 現在只完成三分之一而已 那這一段台中 因為在市區啊 其實一直走走停停 紅綠燈蠻多的 所以整個速度是加速休息 加速休息 但我覺得我剛剛在白沙屯那邊 吃完了一些補給品之後 身體精神狀況比較好 我剛剛可能是真的很想睡覺 頭很缺氧 所以騎起來有點不舒服 但現在腳的狀況我覺得 恢復蠻多的 還有11公里 就準備抵達我們下一個休息站 無期 OK 繼續加油 現在時間10點25分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 無期的這邊是全家 然後已經騎了150公里 應該已經過了6個多小時 然後開始好熱耶 10點多的太陽超大 而且現在路上車滿多的 下一個點 原本是設定在彰化方越那邊 但是看裡才要40幾公里 一次騎完感覺有點累 所以等一下再討論一下 我們有沒有要縮短這個位置 但是 目前身體狀況 剛剛吃完東西 回復蠻多的 這一段 吃個冰棒 喝個飲料 當然還是要吃果膠啦 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出發 我們現在下一個站 要往彰化的方苑前進 那里程大概也是45公里的劍殼 現在163K 大概還有37公里左右 好難騎啊 這一段這個風 突然側風 突然逆風 整個騎起來風很亂 而且現在已經是11點多 太陽真的是滿直曬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今天真的天氣有點太好了 現在氣溫都三十幾度 所以我們改編策略 原本一站都是抓 40到45公里左右的里程 現在直接抓 25到30K就要休息一次 但我們縮短休息時間 當然增加休息的頻率 不然真的有點太熱會中暑的感覺 下一站我們要往 彰化的方苑 大概還有10公里 加油加油 197公里 彰化方苑門市到了 哇 騎了8小時56分 現在時間 一點整 休息五分鐘 繼續出發 OK 我們從方苑方苑門市出發 下一站是麥寮 已經即將突破200K啦 哇 哇 今天的北高挑戰總算突破了 三分之二 200K 欸 這樣有三分之二嗎 好像沒有 那其實今天這支影片啊 我們來挑戰北高360 是因為我們收到了 GRAVEL FUNDO的贊助 有沒有看我今天騎的車子啊 跟平常非常不一樣 其實啊我今天特別騎的這台車 是斯特拉5000 那大家聽到GRAVEL賽事啊 通常都會有點卻步啦 因為是GRAVEL賽事 大家也知道就是歷史路嘛 那可能往往大家都會擔心說 是不是要去參加GRAVEL的賽事 就需要買一台GRAVEL的車 或是登山車才有辦法去參加 但其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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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像我現在穿的騎的這台 斯特拉5000 我就是做了一個大改裝 直接把這台公路車 變成尾GRAVEL車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改裝了哪些東西吧 第一個我改裝了這個手把 那這個手把呢 是GRAVEL專用的一個外擴把 它在上把位是比較窄的 那在下把位是比較寬的 就是內窄 然後下寬 這樣握起來 其實舒適性就更加多變 在很多不一樣的地形變化的時候 你可以握窄一點 比較疲勞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握寬一點 那這樣在舒適性兼具下 就對於你的GRAVEL賽事是比較有幫助的 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的椅墊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椅墊 跟平常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可是升降座管喔 有沒有看到 我的椅墊是可以上下伸縮的 因為在GRAVEL賽事 你可能會經歷一些 比較崎嶇顛頂頂的路線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升降座管的設計呢 其實在一些路線當中 有時候我們在下坡 如果需要有一些 比較難過的這個路線 就它可能非常的顛破 非常的多石頭 那你可能會有很多這種正來正去 或車主會跳起來 那男生可能就會不小心 你知道嗎 會有破蛋的危險 所以這個升降座管 就讓你在下坡的時候 可以把座管再往下降 這個時候呢 你離開坐墊座的時候 再就算車彈起來 也比較不會 哇 也比較不會撞到你的 這是你知道的重要部位 那第三個我改裝的部分呢 也就是我輪組 有沒有看到我輪組啊 比平常來講相對寬很多 這次我也換上了GRAVEL專用的胎寬 可是30的喔 大家看起來有沒有比較寬一點 那在30的胎寬呢 雖然它犧牲了這個滾動阻力啊 整體速度上 可能會有一些流失 但在實際騎乘當中 你會覺得騎起來的這個舒適性 提升很多 因為在GRAVEL賽事 你可能要經歷很多的碎石路段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讓你在比較顛破的路線啊 如果輪胎太細 就會有一點點的那麼不舒服 所以今天用這個來騎 北高320的路線 真的覺得騎起來 欸 震動變少很多 而且真的舒適很多 所以這次我們接受到GRAVEL賽事 所以這次我們接受到 GRAVEL FUNDO賽事的贊助呢 就是想跟大家介紹 不要擔心 你沒有GRAVEL的車子 就不能參加GRAVEL賽事 尤其現在已經開始報名啊 如果大家對GRAVEL FUNDO賽事有 趕緊點一下 趕緊點以下方資訊來連結 一起去參加GRAVEL賽事的挑戰喔 真的是超級有趣 OK 繼續前進 太冰頭好痛 我們現在人已經來到雲林口湖 現在已經騎了237公里 騎乘時間竟然已經來到10小時40分 現在已經來到了下午 下午3點整 哇賽 欸這個時間已經是 越來越逼近天黑的時段 本來目標天黑之前到達 看起來有點困難啦 現在天氣實在太熱了 而且我記得之前 兩三次騎北高 一定要來這一站吃冰淇淋 超級舒服 等一下呢下一站就是台南南昆森 而且而且 我們已經10萬訂閱 所以等一下直接開始 10萬QA 是 現在我們回到補給之後的現場 我們來進行10萬QA啦 蛤 請問當初為什麼會喜歡上自行車跟跑步呢 欸 因為跑步是我從小到大 最喜歡的一件事嘛 我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生命 所以 當然 在影片拍攝上跑步是首選 接下來自行車呢 是我第二個可以得到 滿滿成就感的運動 因為我覺得 自行車可以享受 速度的快感 尤其你在加速的時候那個逆風 然後又可以用腳踏車 飆到時速5、60跟機車並行 一個字 爽 有計畫到法國來拍攝環發路線嗎 環發路線當然要去啊 乾爹等你們 請問 你當初是怎麼認識 天母鳳梨鎖的 欸 就有一天我在學校 然後看到他在學校這邊 收支援回收 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團隊 然後他就說 喔喔喔好啊 請問 這個我也很期待 小優的感謝記還有機會實現嗎 可以啊 你直接去新竹工程師的主場就可以看到啦 請問評寬中 你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支片 我最喜歡的喔 應該是我的 第一次挑戰北高360的影片 然後第二支是我帶朋友挑戰破百的台北馬 最後一支片 就是我跟以為挑戰鐵人賽的PK 請問可以挑戰三天環島嗎 不行 這麼難你自己來啊 好啦 感謝大家在十萬這條路 有你們的陪伴 我們真的不孤單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好啦下一站 台南南昆森 出發 來吧 來吧 … 257公里 現在時間3點50分 我們已經騎了11個多小時 現在人在這邊應該是台溪吧 下一站是往南昆森 因為這段里程滿長的 大概快50公里 47還45 所以我們中間休息大概20多公里就休一下 待會到南昆森還有22K左右 我們稍微黃河一下 現在時間下午4點整 現在已經快要進入我們騎乘第12個小時 里程也來到了260公里 剩下最後100K啦 努力 我是蛋黃不吃派 我們現在人在南昆森 已經騎了280公里 時間已經過了12個小時 13小時了 目前已經剩下最後的80公里 下一站我們要停台南安門市 SAVEN 應該在安南區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到 應該是奇緬博物館 然後下一站 左營高鐵站 快要完成了 天也快黑了 現在時間5點15分 好痛喔 我剛撞到一隻蟲子超臭的 然後 他還超大力抓住我的臉 覺得我的臉被他抓破 他剛超然往我眼睛鑽的 還是你騎到流淚 沒有就是 太感動了 蟲子看不下去 他直接降落在我的眼角 好痛喔 他爪子怎麼會尖啊 什麼蟲 還是吃黃色 繼續吃黃色 現在時間6點26分 我們已經騎了308公里 已經騎乘了14個小時 現在在寒南區 剩下最後的應該50公里了 好可怕 用看的都肚子餓耶 台南也太香了吧 整條路都是吃的 剩下只有30k啦 這次北高挑戰 TOPIC準備了一套藍牙車燈讓我使用 以往騎車都要獨自切換前後燈的開關 這組BT系列前後燈 使用藍牙連線 就可以直接切換模式 前燈上也可以看到尾燈電量狀態 最常可使用達7小時 也可以邊騎邊充電 是非常適合北高雙塔挑戰活動中使用 最後最後最後23公里啦 現在已經騎了16小時09分 目標 看有沒有機會在17小時內完成 我們這次的北高挑戰 最後這里路 一定要完成 現在時間 8點15分 越高興 YES 終於終於終於完成了 今天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個 左銀高鐵站 應該算是我挑戰北高雙塔裡面的賽事 三次場以來數一數二難度的 因為今天的天氣真的是不太友善 從頭到尾大概是28度以上的高溫之外 重點是沒有半點風耶 全程很大力很大力踩才有辦法維持均速30以上 騎乘起來真的是因為天氣因素的影響還有風的關係 真的是很有挑戰 但好在我們今天還有在17小時內完成 我們最終完成時間16小時59分整 還好我們今天有找了我們跑團車隊的夥伴 好在有他們兩個啊 不然今天如果是原本我自己要來的話 我是覺得我應該騎不完 這沿途的這個很那種想放棄的心情 真的是不斷出現 尤其到中間完全不想講話 吃不下東西喝不下水然後超級熱 自己騎到超厭世然後屁股又超痛 好在我今天騎了身後這台 有沒有看到斯特拉5000改成Grovel版的版本 它的胎寬提升到30之後 騎乘這麼長距離下來 再加上這個把手有點外擴的這種狀態 騎乘起來真的是比較舒適沒有那種真的很顛破的感覺 真的是送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挑戰北高360的過程啦 那如果大家對於今天影片當中有介紹到的 像TOPIC的這些相關的這些換胎工具啊 或是一些維修包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點贊下方資訊欄連結 那如果想參加Grovel賽斯來體驗一下不一樣路線的話 也記得選擇Grovel Fundo這些系列戰喔 我是你家梁德瑞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有沒有看我這升降座管 彈性多好 下坡的時候就可以坐低一點 低風阻賽事 低風阻模式 真的要衝刺的時候 升起來 大丈夫で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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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